大家好 今天要跟各位介绍这一个八字 戊尘戊虎认子已逝 他就在问说 像他这一种八字 到底是食伤能不能自杀 身弱走应运又很不好 那食伤到底能不能来自杀 他就是一个很疑问的一个点 来说这个八字 其实在网络上 他的很多人就在那边讨论 其实 各位其实讨论没有意义 为什么 他就说 假如你这个运 假如不好 就是重割 假如没有不好 就是标准的身辱 反正就是在讨论这种东西 可是实际上讨论 他批不出未来的 他批不出未来 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是这个样子 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八字 第一个 你有没有看到 戊土克认水 地支 陈土克之水 所以这个八字 他是处于一个天堪地支同克的一种 日主同克的一种现象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下 你在这一种情况下的时候 他的天堪跟地支的日主都是受克的一个情况下 这样如何把一边把他先搞定的话 基本上他的运程会稍微比较好一点 我们就可以知道就是说 他进入这一个运 其实土生金 其实对他没有帮助 他还是一样克 其实他最主要还是在地支 曾有益和 所以这个还是他这一边 他有没有比原来要好 他有 他有 但是因为日主受克的一个原因 让他发挥的能力怎样 并不强 然后 他的一个财运的一个部分 各位 你就会知道 他财运的部分是怎样 偏弱的 偏弱的 他的财运的部分是偏弱的 所以来讲 我们就会知道说 原来是如此 他在戊虚年一定会不好 戊虚年他有戊土更加重 虚更克着他的止水 他是不是又变回了 原来的一个什么 日主受克的一个情况 所以他的一个运程 跟你说就没有很好 然后你可以去看 他最近这几年 以卫年 以卫一合破财 丙生年 世生一合破财 过来 戊虚年 丁酉 丁酉来说 破的更严重 戊虚年 他是日主受克 所以其实基本上 他的一个运程 没有什么好的 我可以说 没有什么好的 尤其在财运的部分 更是糟糕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来看 其实他下一个运会好一点 他下一个运 你要看到 多了一个壬水 所以他日主是有得到帮助的 所以说他日主的部分 他是变好的 但是又回归到地支日主受克 但是地支日主受克 总比他天干日主受克要强太多了 所以他下一个运程 就会明显的好很多 这个人就从原本 脸看起来臭臭的 然后人也是压力很重的那一种的 变成是最少看起来会快乐一点 虽然内心压力还是很重 但是他最少最少来讲 就不会再像现在这样子 他真正要好的时候 其实要从癸害 勿癸一合 是不是就少掉一个克他了 地支来讲 火生土克水 所以他都只回复到地支的一个日主受克 真正来说的话 比较好的一个运就是甲子运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这一种人的财运如何 我会建议这种的财运从头到尾都落到爆了 所以他比较适合在一般工作职场上去工作 这样子对他的发挥会比较好 而不是想着去赚大钱做生意 这个八字会很惨很惨很惨 因为他不适合做生意 所以他要跟人家做生意 也必须要透过怎样合作的方式 因为毕竟来讲 比肩是他的一个用神 比肩是他的一个用神 所以他能不能自己当老板 不行的 这一种八字就是跟人家合伙的 然后当老二 也就是说自己不能当老大 自己不能当老大的一个八字 不然的话我们都会比较建议 就到工作职场上去工作 发挥的机会会比较大 各位你就会知道 就是说 其实这个八字 从头到尾跟什么格局都没有关系 什么从不从 身弱不身弱 完全都没有关系 他最主要的一个问题点 就是在他天干日主受克 地支止水也在被克的情况下 要如何让他被受克的这一个情况降低 他就能好转 了不了解 他就可以好转 所以各位 这个已经不是他什么身弱 要丑印 他当然不会好运 这完全没有屁用 对不对 可是他到下一柱 他走的是比肩就可以用 是不是又跟他身弱要比应 又有吻合的一个现象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 八字本来身强身弱 格局他的适用范围 本来就限定的很死 但是你假如 这个古代可以 像我们现在就不一样 因为我们现在的一个社会背景是自由 他已经没有什么 那一种阶级的这一种制度了 所以我们人很自由的一个情况下 其实说真的 他就会变成是 你以前所讲的格局 基本上没有多大的作用 因为每个人他现在变成的是 他有自由的意识 他的运程往哪边跑 他就可以往那边去努力 不再像以前一辈子当农夫 一辈子就是做生意的 然后你想要翻身 就只有靠考试 所以古代的话很重官运 现在没有了 现在的话就是一个运程的一个起伏 然后你在看你该怎么去做 对你是最有利的 所以身强身弱 你把人家定得死死的 当然你批不出来 了不了解 因为你把现在的人当古人 你认为现在还有阶级之路 也就是说 因为你在不自觉中 认为我们的人是区分为 有什么上品、中品、下品 你把人再去做区分 而这个观念是古代的观念 这是古代的阶级制度观念 所以当然你批命会不会准 会准才有鬼 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在做影片 跟各位强调这一个观念 现在的人是平等的 现在的人是自由的 相同的八字 绝对不同命 因为社会制度的一个不一样 我们人可以马上的 谁说我一定要考试 谁说我一定要做生意 我高兴要往哪边就往哪边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社会 所以多了一个选择 我们现在的人是自由的 所以格局 没什么好套的 你也套不准 身强身弱 把人定了死死的 也不一定会准 这个就是适应时代当中的一个变化 八字 已经从徐子平变法以后到现在 美和论能改变 尤其在进入清朝了以后 各位 八字更死 因为用神这一个概念 就是从清朝那时候开始盛行起来 所以我们的八字 进入了一个死胡同 现在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透过网路平台的 这一种大量的 这一种讨论 你可以了解到一件事 真的八字的喜用 已经不是在书上所讲的那么绝对了 因为资讯的互通有无 让我们知道 就是说八字的 以前的那一种取用法 其实在于现在的一个社会 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矛盾的现象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矛盾现象的时候 每个人不是从学理上去探讨说 学理是不是有错误 反而每一个人都怎样 变成是 那个是因为我的知识不够 我不是学理的错误 各位 不要把自己当成古人了 我们是现在的 我们现在的知识 是比古人要强很多的 假如古人那么厉害的话 他的生活都比我们要怎样更进步 但是事实上古人有到这样吗 各位 事实上古人有到这样吗 所以 各位 我一直在强调这个观念 让各位去思索 八字本身是不是要改做修正 你还是古人吗 你还是古人吗 你拿着一些八字去批 请问你能批动多少 你是沾沾自喜的 我是100分 是这样吗 我相信你可能五成都不到 所以各位去思索 八字 时代背景不一样 看法会跟着改变的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一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